老公出远差了,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在家,家里就只有我和公公婆婆在。 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尽心尽力地伺候公公和婆婆。 但是最近我却发现,老公不在家时,公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他总是阴森森地盯着我,好像要看穿我这个人一样,起初我还以为是我敏感多疑了。 可是这一天,我又如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就起来做饭,然后喊公公和婆婆下来吃饭。 谁知道公公下楼之后,又用那种阴森森的眼神看着我,还时不时地拿出手机比对。 我隐约瞥见公公正在看的是我的照片。 我有些好奇,公公把我的照片保存在手机相册里干什么? 爸,您在看什么呢? 我试探性地走过去问道,谁知公公连忙把手机揣进了兜里,朝我冷哼了一声,就坐到了餐桌上用饭,然后再也没有理过我。 此后,公公开始变得越发奇怪。 每次我大清早起床做饭的时候,他也已经起来了,就站在楼下一直冷冰冰地盯着我。 我去哪里,他的视线也一直跟着我移动。 我就算出门去买个菜,他也非要跟着,但就是不跟我说话。 不过,我每次要是多跟外面的男人说了几句话,他的眼神就像带了刺一样,让我不得不赶紧回家。 不过,这些我还能忍受,以为是公公老了,行为举止才会变得有些奇怪。 我一直这样默默安慰自己,所以后面即使发现每次我只要一做什么,公公就一直在暗中观察我的事情,也都视而不见了。 可是直到那天晚上,我口渴起来喝水,竟然在客厅里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影子正在帆我落在沙发上的包和衣服。 我吓坏了,第一反应就是不好有贼闯进我家了,我赶紧悄悄溜进了厨房,顺手从里面拿了一根擀面杖出来,然后偷偷靠近那个人影,趁着他没有发现之时,我一闷棍就直接狠狠地敲在了那个人影头上。 那人影闷哼一声,就倒地不起了,但是这痛苦的声音,怎么听起来有点熟悉呢? 不好,我赶紧打开灯,发现躺在地上的人竟然是我公公。 爸,这是怎么一回事,您在客厅翻我包干什么呢? 我有些不解,赶紧把公公扶起来,质问道。 但公公却很生气,一把甩开了我,就气呼呼地上楼去了,连一句道歉都没有给我。 我愤怒,也委屈,更摸不着头脑。 第二天,我是带着满腹的心酸和委屈起来给公公婆婆做早餐的, 可是公公又拿冷冰冰的眼神瞪着我。 想起昨晚的事情,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直接开口质问道。 爸,您对我有什么不满,就直接说出来, 别总拿这种阴阳怪气的眼神看着我。 一旁的婆婆听了,有些讶异这是怎么了? 我十分委屈地把最近公公对我做的所有事情, 还有昨晚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婆婆。 婆婆听后,只说了一句话,正是婆婆一句话, 揭开了惊人真相,原来如此啊。 婆婆说,银儿啊,你爸是怀疑你背着徐骏在外面有别的男人呢,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才这样对你。 听了婆婆的话,我一头雾水。 妈,您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在外面有别的男人? 我对徐骏的真心,你们可都知道啊。 谁知,我话音刚落,公公就忍不住说话了。 听语调,明显有些气急, 你可别把我们当老糊涂。 我那天都看见了,还把你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的画面给拍下了。 公公的语气笃定,说着,立马掏出手机,打开相册, 将里面的照片呈现在我面前。 照片里跟一个男人十分亲密的女人确实跟我长得很像, 可那并不是我呀。 要说是谁的话,那就只有我的李生妹妹了。 原来公公一直把我和我妹给弄错了, 所以前段时间才那样对我呀。 我可谓是哭笑不得。 爸,您弄错了,这个女人不是我呀。 公公的语气还是很不好,跟你一模一样, 不是你是谁,你还真拿我当老糊涂了呀。 我无奈。 爸,那是我妹妹,我的双胞胎妹妹。 啊,这下轮到公公和婆婆集体傻眼了。 公公问,我和你妈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呢? 我从小父母离异,我跟我妈在国内定居, 但是我妹跟我爸却去了国外, 所以我们俩也有很多年没见了。 我跟徐俊结婚的时候, 我妹跟我爸都在国外回不来, 所以我也就没有告诉你们这件事, 我妹也是最近才回国的。 还有,爸,你看啊, 我妹的头发明显比我短那么一些。 我指着照片给公公和婆婆解释道, 公公看了一眼, 一拍脑门, 还真是, 后面。 为了怕公公和婆婆不信, 我还特意打了个电话给我妹, 叫她来家中做客。 我妹很快就来了, 一席潮流的打扮, 一头齐肩短发, 英姿飒爽, 身边还亲密地挽着她的男朋友, 也就是照片上那个帅气的男人。 叔叔, 阿姨, 你们好, 公公和婆婆乍一看她, 还傻眼了, 因为我妹除了比我短那么一些的头发以外, 其余地方都跟我一模一样, 也难怪公公会认错, 公公和婆婆热情地接待了我妹和她男朋友, 吃过中餐后, 我妹就带着她男朋友离开了。 他们一走, 公公就立马握住了我的手, 道歉道, 银儿啊, 对不起, 是我误会了你。 我笑了笑, 爸, 没事, 我们是家人吗? 误会解开了就好。 经过这件事, 我和公公婆婆的关系倒是越来越好了。 等老公从国外出差回来之后, 看到的就是我和公公婆婆坐在餐桌上有说有笑, 其乐融融地吃饭的场景, 老公还有些摸不着头脑, 怎么感觉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爸妈, 我觉得银儿才是你们的女儿吧, 而我这个亲生儿子, 根本就是捡来的, 知道就好, 还不快去给银儿盛饭, 要知道银儿现在可是要吃两个人的饭了。 婆婆笑道, 老公还是没有明白过来, 什么叫要吃两个人的饭, 我无奈别嘴, 妈的意思是说我肚子里有你的孩子了。 什么, 这可把老公给高兴坏了, 连忙乐呵呵地给我去盛饭, 还劝我要多吃点。 我想, 我的生活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吧。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嫂子她图谋不轨。 嫂子半夜把陌生男人推进我房里, 撕扯我的衣服。 小夕, 我看你这么大人了, 还没男朋友, 担心你嫁不出去啊。 嫂子就帮你一把, 她是你歌厂里烧锅炉的, 年纪轻轻, 一个月就能赚两千呢。 你们争取年前把婚礼办了, 这样年前收了彩礼, 我能跟你哥再买套房。 嫂子说完这话, 笑咪咪关上门, 留我一个人面对摩拳擦掌的陌生男人。 小夕, 我, 她看了一眼被嫂子扯掉半边的睡衣, 咽了口口水, 恶虎扑石一般朝我扑过来。 小夕你放心, 我会对你好的。 我们今天就把这事给办了。 她边说边扯我的裤子, 伸手捂住我的嘴。 我怕得浑身发抖, 眼看她的手就伸到我的内裤边缘, 无论我怎么锤打, 她都把我摁在床上。 一狠心, 我抓起床头拆快递的刀子, 狠狠往下一扎。 啊, 得一声。 黑夜里发出一声惨叫。 爸妈被惊动, 打开灯后看到从厨房冲出来, 手持菜刀的我, 还有捂着肩膀, 在地上惨叫的男人。 小夕, 怎么回事, 你别过来。 我拿着菜刀在空中砍了两刀, 吓得妈妈一哆嗦, 连连退后两步。 嫂子睡眼惺忪, 不耐烦看着我, 卢西, 你疯了吧? 大半夜你闹什么呢? 你还有脸问我。 我一五一时说了 嫂子把陌生男人 推进我房中。 这男人还扯我衣裳, 欲行不轨的事。 我哥听得惊呆了, 扯着嫂子的肩膀吼他, 问他怎么回事。 嫂子听完, 只是翻了个白眼, 双手抱胸站在一旁, 吐了一口唾沫。 卢西, 我要不是你嫂子, 我会管你。 二十五六岁的人, 连个男人都没有, 一问你就说读书。 你这个脱油瓶, 二十几了还有脸呆在家里, 我简直看不下去。 这是我家, 我怎么就不能呆了? 我歇斯底里吼出声, 嫂子哼了一声, 丝毫不怕我手中的菜刀, 朝我不步逼近。 你家? 妹妹, 我来了, 这儿可就不是你家。 女孩始终是外姓人, 都是要嫁出去的, 这家里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的。 你现在读书的钱, 也是我的钱, 你敢用我的钱, 我就敢把你嫁出去 换礼金。 我嫂子是镇上的护士, 一个月两千, 我哥是电力局的电工, 因为技术工种, 一个月能有八千。 我爸妈一直都遗憾 家里没有大学生, 所以自学生时代起, 我就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投悬梁追刺骨的读书, 终于考上了南航。 从南航毕业后, 我又考上复旦的研究生, 前段时间的交换生申请 还批了下来, 下个月就能去慕尼黑 做交换生。 爸妈和哥哥都以我为荣, 见人就夸我, 一来二去, 镇上的人都知道, 街东开超市的老卢一家, 祖坟风水好, 除了个女举人, 是我们镇上唯一一个研究生。 我嫂子为此一直看我不顺眼, 她和我哥结婚当天, 刚好撞上校领导, 给我家送通知书, 所有人都知道, 我考上了南航, 都找我借教材贺喜, 就连闹洞房的人都没几个, 我嫂子脸当场就黑了。 自此后, 她老在我面前说, 女生读书没什么用, 到头来还不是要嫁得好才行。 她嫁得确实挺好, 我们一家都把她当宝贝, 哥哥出钱走关系, 把她调去轻松的科室, 每天上班就是填表登记和玩手机, 对她那个不成器的弟弟, 更是像对自己人, 不仅让我给她复读的弟弟 一对衣补习, 更是花钱送她弟弟去学美术, 希望能另辟西径, 起码考上大学。 可惜她弟弟天生不是读书的料, 复读一年, 连大专线都不到, 画也是画得一团稀碎, 连考都没过, 五万块的培训费等于打水漂。 我家对此毫无怨言, 依旧支持帮扶, 还让她弟弟跟着我哥学电工。 我嫂子却因此恨上我, 觉得是我辅导她弟弟不用心, 故意害她弟弟。 她就没想过, 她弟弟倒数第一的成绩, 拿什么考九八五。 我哥和他结婚, 给了二十万彩礼, 一分钱不要他带回来, 镇上全款的一百二十平三房, 一分钱不要他出, 更不要他劳心装修, 照样加他的名字, 还按照他的喜好装修。 外人都夸他嫁得好, 他却总抱怨, 我这个小姑子还赖在家里不出门。 装修好的婚房也不去住, 硬是租出去, 和爸妈还有我几在一起, 还美其名曰, 没地方住, 把我从书房赶出去睡客厅, 我哥说了好多次都不管用, 一怒之下, 把自己的次卧让出来给我住。 他为此又恨我, 恨得牙跟痒痒。 前两天听说, 我拿到了慕尼黑大学的交换生名额, 更是酸得像陈酿十年的老醋, 开口闭口, 都是我不赚钱, 还啃老, 年纪还大了, 嫁不出去。 我哥气得大耳瓜子要抽他, 他一挺肚子, 你打呀你打呀, 你照这儿打, 最好把我打流产。 我爸妈心疼孩子, 只好劝我忍忍, 这委屈我一忍, 就忍到了今天。 嫂子还阵阵有词, 扶起那个被我划破相的陌生男人, 嘴里没一句好话, 你看看你把人给划拉的, 都破相了。 你自己做的孽自己负责, 我们一分钱都不会帮你赔。 陌生男人宁笑看向我, 油腻的舔唇, 我不要赔钱, 我就要他嫁给我, 我们家还没大学生呢。 你做梦, 我哥护着我, 嫂子挺着肚子, 一巴掌打在我哥脸上。 你们家这个脱油瓶还赖在家里, 能有什么用, 他能赚几个钱? 正好, 他独研的学费, 不给了, 这钱林林总总算下来, 能有一万多, 这钱给我去镇上月子中心, 不比花在他身上值。 别忘了, 我肚子里还有你儿子呢。 哥抬起的手又放下, 却依旧挡在我身前, 不让那个陌生男人靠近我。 我爸妈却妥协了。 小冬, 你媳妇说的也有道理, 你妹妹一个女孩子, 读这么多书, 还不是一分钱没赚, 还不如嫁人的好。 是啊, 我妈拉了拉我, 你嫂子介绍的, 是你歌厂里的人, 人品都过得去, 现在赚得少, 不代表未来赚不多呀。 你听妈一句, 要不, 要不就试试。 我被我妈一句试试气得心口疼, 一把甩开她。 妈, 我是你亲女儿。 你知不知道南行本科, 复旦研究生, 慕尼黑留学是什么概念? 是啊妈, 放在旧社会, 这就是我们家出了个举人, 这是祖坟冒烟的好事。 听我哥这么说, 我妈又迟疑了, 看向我嫂子。 我嫂子痴笑一声, 祖坟冒烟。 这么多年, 一分钱没赚, 也叫祖坟冒烟。 她一挺肚子, 祖坟冒烟, 你要是今天还护着这个贱皮子, 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我妈和我爸一看她已死相逼, 急坏了, 赶忙冲上前抱着她, 跪在地上, 求她不要冲动。 她直勾勾盯着我哥, 你让不让开。 我哥看了我一眼, 浑身发抖。 梁酒, 她朝旁边挪了一步, 不敢看我的眼睛。 陌生男人看着我身上 松垮垮的睡衣流口水, 不顾脸上流血, 搓了搓手扑向我。 老子还没尝过 研究生是什么滋味呢? 冬的一声, 大门被人踹开。 警察同志, 就是这儿, 我闺蜜给我发救命短信, 有人要强奸她。 说话的是我从小 玩到大的好姐妹李希, 我们两个人 因为名字同一个发音, 觉得有缘, 从小就玩得好。 李希亲妈去世得早, 后妈对她不好, 我上学时经常把自己的文具, 早餐分给她, 后来她后妈不让她读书, 我和她一起勤工俭学 供她读书, 她读完本科后 就参与了工作, 运气好, 公司上了事, 她也因为未溃疡, 选择回老家给亲妈签粉, 我俩还是前两天在路上偶然碰上。 万万没想到, 最危险的时刻, 就我的不是我的家人, 而是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朋友。 她看我睡衣松松垮垮的, 身上还有被人掐出来的痕迹, 怒目远征, 上前给了躺在地上的陌生男人一脚, 恨不得从高跟鞋踹爆她的寸头。 我们一家都没想到会闹到报警。 嫂子还埋怨地看着我, 陪笑对警察解释。 她说, 警察同志, 这都是误会, 我妹, 我妹和这小子是情侣呢? 他们闹矛盾了。 她一挺肚子, 瞪了我爸妈一眼。 我爸妈浑身一颤, 不忍心地看了我一眼, 在警察盘问时点了头。 所谓清官男断家务事, 这种家庭纷争闹到强奸, 属于夸大案情。 警察拉着我要教育, 李希气地喊了一句, 屁。 什么狗屁情侣, 什么狗屁嫂子, 我和卢西一条裤子长大的, 我能不知道她谈没谈恋爱。 你分明在撒谎。 我嫂子明显来了火气, 一边摸肚子炫耀, 一边甩李希白眼, 你有证据吗? 我, 她有。 我按下手机的播放键, 里面是寸头男的欲行不轨, 是嫂子承认放陌生男人来我房间的录音。 警察刷地看了过去, 嫂子脸色发白, 尖叫出声。 卢西, 我们是一家人, 在家里, 你敢录音? 你竟然录音? 我冷笑, 现在你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 是一家人, 你怎么拦着不让我读书, 还想找陌生男人, 断了我未来的前程? 谁跟你一家人? 我缩在李希怀里, 眼泪刷刷地流。 证据确凿之下, 一刀两断。 可我万万没想到, 我梦幻般的前程, 差点被亲妈击碎。 一大早, 我妈敲锣打鼓叫了一群人, 跪在李希住的酒店房间门口, 哭着求我放过我嫂子。 小夕, 你放过你嫂子吧, 妈求你了。 妈知道你和你嫂子关系不好, 你不喜欢她, 可你嫂子现在怀着你侄子, 你不能让她坐牢啊。 我妈跪在我面前, 哭得声泪俱下, 一双膝盖仿若没有骨头跪在地上, 甚至要对我磕头。 她身后都是家里的亲戚, 有男有女, 眼神鄙夷, 对我小声指点。 哟, 这也太不像话了, 哪有逼得自己亲妈下跪的? 就是, 一个姑娘家, 把家里闹成这样, 以后哪家男人会要她? 我妈就跪在门前, 不顾外人的风言风语。 我伸手去拉她, 她反而把我死死拽住。 妈求你了。 翻来覆去, 只有这一句话, 总结下来, 就是让我放过我嫂子。 可我嫂子是想毁了我呀。 我不懂, 难道就因为我嫂子怀孕了, 我就必须要受这种委屈。 要是平时的小事, 我让一让也就罢了。 可这些是小事吗? 妈, 你是知道她做了什么的? 我妈脸色一僵。 妈, 今天邻里亲戚们都在, 我不想把家丑捅出来, 但我绝不会忍气吞声。 我妈见我态度坚决, 恼羞成怒, 脸上不再见半分委屈的模样。 她就像我小时候无数次见到的那般情绪失控, 歇斯底里的尖叫。 卢西, 我到底哪一点欠了你? 你要这么对我? 你嫂子现在怀着孕, 肚子里还有你的侄子, 你怎么一点亲情都不讲? 你难道非要看你嫂子精据过度, 在看守所里流产吗? 你非要我孙子一出生, 就知道她妈坐过牢吗? 你怎么就不能盼着点我们家好? 你这个讨债鬼。 她每多说一句, 我心口都像是被挣扎。 我们家从小就不中男年轻女, 哪怕奶奶一直不喜欢我, 爸爸妈妈也一直保护我, 为我说话, 哥哥更是在不懂事的时候 拿着刀跟奶奶拼命, 说不许欺负我。 后来我拼着这口气, 投悬梁追刺骨的读书, 靠读书改变命运, 给全家人争了一口气, 妈妈也是, 见人就夸我。 哥哥更是看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和不拢嘴, 去常理也不忘说我有多优秀。 可我的优秀, 我二十多年人生中的平等和自由, 终结在妈妈的歇斯底里中。 我不是不知道妈妈一直被奶奶言语霸凌和冷暴力, 所以她在我小时候歇斯底里的发泄时, 我都不反抗。 可我没想到, 等到我长大了, 重男轻女的思想又杀回来了。 仅仅只是因为我嫂子怀了孕, 她心疼我嫂子肚子里的孙子。 妈, 我嫂子平时怎么对我的你不是没看到, 你飞腰把我逼死了, 你才开心吗? 我嫂子想毁了我的人生, 我马上要去慕尼黑做交换生, 全公费, 你出去问问, 谁家有了这样的孩子, 不是宝贝的锦, 就怕出点意外。 我嫂子呢, 她是要找人强奸我呀。 那你就能看着你嫂子被气到流产吗? 妈妈理直气壮的一句话, 击碎我所有的幻想。 我闭上眼, 转身走进房间, 把门关得震天响。 门外, 妈妈还在骂我, 指着房门骂我不笑。 李希看不下去, 想出门讲道理, 反倒被我妈骂成 把我带坏的狐狸精。 我就不该让她跟你一起玩, 连你爸妈都不要你, 你能是什么好人。 李希遭了无妄之灾, 要不是看在童年时 受过我妈恩情的份上, 以她那个暴脾气就该动手了。 最后是人群中的三舅爷看不下去。 她不在乎我嫂子的孩子, 她在乎的是我们老卢家最有出息的孩子, 不能出世。 我现在是给整个卢家长面子的女举人, 按三舅爷的说法, 放在旧社会, 那是要敲锣打鼓流水席, 四方亲朋全接计。 她出生才叫我妈不甘心地离去。 当晚我哭到很晚, 抱着李希说我没有妈妈了。 李希是不是做女人就要接受这个事实, 是不是女人从十八岁开始, 在家里就算死了。 李希久久没说话, 只好抱着我一起睡, 一边安抚我, 一边拍我的背。 我晚上做了个梦, 梦里是我升学宴那天, 妈妈满心满眼都是骄傲, 高兴地夸赞我这个争气的女儿。 我们家到底还是心疼未出世的孩子, 我哥亲自来求我。 我哥从小对我最好, 他仗红着脸, 求我出句谅解书。 小西, 哥知道一切都是你嫂子的错, 哥也没觉得他做得对。 可他要是流产了, 那孩子多无辜啊。 我哥一生倔强好强, 木讷却坚持, 这是他头一回低声下气地求我。 我看在他的面子上答应了, 我不能让哥哥为难。 嫂子从警察局回来, 不仅不反省, 依旧还对我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 他见了我, 想骂我, 被我哥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你给我闭嘴, 这次是小西大度不计较, 别给脸不要。 嫂子像是点着的炮仗, 又要闹起来。 我妈看家里又要闹起来, 急得哭。 她几乎是下意识看向我。 小西, 你就给你嫂子服个软, 你一个姑娘家, 服软又不掉快肉。 原来在我妈心里, 我永远比不上她为出事的孙子重要。 嫂子洋洋得意看着我, 时不时还翻两个白眼。 卢西我告诉你, 你害我进了一趟橘子, 今天要是不给我道歉, 这事没完。 你想让我跟你道歉? 我哼了一声, 拿起包就走, 你做梦。 嫂子见我想走三步并坐两步追到门口。 你还敢跑, 你给我回来。 她哪有我妈说的那么可怜, 哪有我妈说的像仙兆流产。 我看她追我的时候, 倒是箭步如飞。 卢西, 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 就因为你割伤了那个人的脸, 现在她赖上我了。 我奋力甩开她的胳膊, 她见状竟是想掐我的脖子。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 一巴掌甩了出去。 你大半夜地把陌生男人放进我房间, 我奋起反抗天经地义, 这属于正当防卫。 你未经我允许, 就闯入我的私人空间, 我没找你算账, 就算是我宽宏大量。 至于你和别人之间的矛盾关我什么事? 嫂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插着腰指着我的鼻尖骂起来。 你这个桑尽天良的黑心肠东西, 我们是一家人呀, 我要是不把你当一家人看, 我疯了, 我吃力不讨好, 给你介绍对象。 她开始叙叙叨叨地细数, 平时我对她有多不尊敬, 我又花了家里多少钱, 给这个家里添了多少负担。 我正惊诧于她怎么从一只母叶叉 变成了祥林嫂。 抬头一看, 原来街上已经聚满了街坊。 眼看人越来越多, 嫂子哭得越发卖力。 不明真相的街里街坊, 都开始指责我不懂事。 那几个平时便看不惯我的街坊更是起哄。 这读书有什么用? 读到研究生, 还不是一样不懂事。 还高材生呢, 天天吃家里的, 喝家里的, 也不知道养活自己。 我就说, 读书没用吧。 嫂子见越来越多的街坊邻居都在指责我, 一瞬间自觉占了上风, 干脆不装, 跟我摊牌了。 小夕, 我不管你这个研究生在外面有多风光, 但是我们这个家已经供不起你了, 我生孩子之后还要钱呢。 你看看你一天到晚买新衣服, 买化妆品, 问你你就说你要读书, 读书是买新衣服, 买化妆品吗?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花的都是我和你哥的钱? 我冷笑一声, 刚刚骂我的时候说我们是一家人, 现在谈钱就不是了是吧? 他脸上一红, 恼羞成怒, 你给我扯什么歪理, 反正我嫁到这个家来了, 我就是家里的长席, 一切都应该听我的, 家里的钱也都是我的。 这房子你也听好了, 以后没你的份。 现在是我好心免费 让你住了一个月, 以后要是回来住, 交钱。 他话说得铿锵有力, 理直气壮, 好像我欠了他钱。 我还想分辨些什么, 我妈又从屋里追了出来。 小夕, 反正你以后也要读书, 也要出去, 你就不要再跟你嫂子闹了。 你以后也是要嫁人的, 不能总惦记娘家的财产。 家里的东西 都是要留给你侄子的。 嫂子见我妈都站在她那边, 乐得哈哈大笑。 卢西你听到了吗? 连妈都这么说, 而且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你以后也少出现在我面前, 坏我的心情。 她说完转身进屋, 把我房里的东西 全部装进行李箱扔了出来。 现在家里不欢迎你了, 滚滚滚滚滚滚。 她一连说了五个滚字。 我哥追出来不让我走, 嫂子便威胁要跳楼。 我爸闷声不说话, 我妈也开始逼着我哥让我走。 小夕以后是外姓人, 这一句话彻底撕开了。 我对母女群最后的期盼, 行,这样的家我也没必要再待下去。 我以为我离他们远一点就远了, 是非万万没想到, 就算我远离了是非, 是非也会主动找上门。 这天, 我和李希两个人出门买东西, 意外看到嫂子和那天 被我割伤脸的男人在一起逛街。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他们都不是有寒暑假的人。 李希说有猫腻, 拉着我悄悄跟踪。 见他们走进镇上唯一的奶茶店, 李希赶忙去隔壁 买了两顶大遮阳帽和墨镜, 拉着我, 乔装坐在他们身后的卡座。 一点小事你都办不好, 我不是让你去跟踪那个娘们吗? 八面男哼了一声, 手重重锤在桌面上, 你以为跟踪这会儿人人都能干呢? 而且我在厂里还有事做。 没有时间每天跟着一个臭娘们, 你不跟着她, 她真跑德国, 去了怎么办? 嫂子提到我就咬牙切齿, 这个小贱人处处要出风头, 压我一头。 而且她太聪明了, 我怕被她看出点什么。 提到这话, 八面男有些慌张, 你不是说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吗? 那得是没有这个臭丫头从中做梗。 嫂子激动地吼出声, 见整个店里的人都频频向她观望, 她才意识到自己失态, 赶忙捂住嘴, 压低声音。 咱们俩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 当初我跟你说要好好做措施, 你不听, 还搞出这么一个脱油瓶, 害得我找各种各样的路子, 骗卢东那个脑子进水了的蠢货。 你说她那个人看起来那么单纯, 那么好骗, 怎么在这种事上这么机灵? 我和李希都瞪大了眼, 孩子不是我哥的, 李银花她出轨了, 那头八面男又抱怨起来, 你既然知道这个臭丫头聪明, 怎么还要我去娶她? 要不是听你的话, 我也不至于脸上挨一道。 我不管, 你小姑子把我脸割伤了, 你们家欠我的钱一分钱都别想少。 我陪你一个黄花大闺女还不够。 嫂子声音明显软了几分, 我悄悄从座椅缝隙往那边看。 她这会儿用作了美甲的手, 搭在八面男的手背上轻轻抓闹,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勾引。 强子, 咱们俩也认识这么多年了, 要不是我妈不同意, 我早就嫁给你了。 都过去了, 你现在还提这些做什么? 八面男正要甩开他的手, 结果反而被李银花死死握住。 他笑得甚人, 还没过去呢? 我这段时间悄悄算了一下, 我们家资产加起来差不多有一百万。 等你把那个小贱人取进门, 我就想办法让你也住进我们家来。 到时候我们可以暗地里做夫妻, 等之后再找个机会, 要死这老不死的东西, 先继承了遗产。 卢东这蠢货还能赚钱, 留他一命, 只是要委屈你和我暗地做夫妻了。 张强听到有钱拿, 嘿嘿一笑, 行,都听你的。 若不是捂住嘴, 我差点就尖叫出声。 李银花这个贱人, 是想害了我一家人的命。 我慌忙拿出手机拍了好多张照片, 趁他们不注意, 拉起李希就走。 只是走的时候太着急摔了一跤。 剩下这几天, 我和李希一直住在酒店, 我也想过把这件事告诉我妈, 可是想到我妈现在完全被嫂子迷了心神, 心里只有那个野种。 别说是我, 就连我哥在她心中都没有多少分量。 人一老就容易糊涂, 我妈就是这样, 又偏执又糊涂。 她认定的嫂子是好人, 会给她生孙子, 她眼里就只有孙子。 我只能等到了德国之后, 再找时机和哥哥私下说这件事。 我哥是个老好人, 我不能让他吃这种哑巴亏。 就在临行的前一天, 李希出门采买特产, 把我一个人留在酒店。 我听到有人敲门, 以为是李希回来了, 没多心。 等我一打开门, 面前一个黑影把我扑倒在。 不等我反应过来, 我的嘴巴被人死死捂住。 嫂子挺着肚子在后面指挥。 快, 快把她绑起来, 扔到床上去。 我惊慌失措, 毫无章法地挣扎, 眼看我要挣脱, 嫂子恨铁不成钢地甩了那人一耳光。 废物, 连一个娘们都控制不住。 她拿了花瓶往我头上一砸, 砸得我头晕目眩。 我认出来了, 这个男人是她的弟弟李金斗。 见我额头上流下一道血来, 李金斗害怕了。 姐她头上在流血啊, 这血乎乎的, 我不敢。 哎呀,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这档子是还要我教你啊, 把她裤子脱了去办事就行了。 到时候, 她成了没人要的东西, 你姐我才好继续接下来的计划。 何况, 她还可以给你玩啊。 李银花笑得恶毒。 李金斗不敢动, 姐, 这是强奸呀, 是犯法的, 耸包。 李银花抬手在她头上狠狠一拍, 没出息的东西, 给你机会你都不会用。 她宁笑一声, 在我脸上扇了两巴掌, 说, 手机密码是什么?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那天我就是让她发现了。 我手机里留存的, 是唯一的证据, 是唯一能拆穿她真面目的证据。 我咬死了不松口, 李银花见状啪啪啪地在我脸上抽打, 打得我嘴角出血。 小贱人你说不说? 我一口血水喷在她脸上, 她气急败坏, 抬手把我的手机砸得粉碎。 你以为你不说手机密码, 我就没办法了是吧? 她把我摁在床上, 逼着她弟弟脱了我裤子后, 烧了滚烫的开水, 要往我身下胶。 我烫死你这个贱人, 眼看冒着热气的开水, 就要泼在我身上。 我拿出了吃奶的劲儿, 狠狠一弹腿, 一脚正好踹在李金斗的脸上。 李金斗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自小娇生惯养, 哪里受过这样的苦? 她顿时疼得张牙舞爪, 手臂挥在了热水壶上。 开水瞬间泼了李银花半边胳膊, 只听得一声惨叫。 我视线模糊, 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不断地抬腿往外踹。 只听得一声闷哼, 李银花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她撕心裂肺地尖叫。 等我缓过神时, 只来得及看到地上的血水。 她抱着肚子又捂着胳膊, 不断嘶吼,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妈赶到医院后, 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她也不管我身上受了什么伤, 也不管我浑身的亲子, 更不管我脸上肉眼可见的伤痕, 还有嘴角残留的血迹, 对我怒目而逝。 现在你开心了, 你嫂子流产了, 我的孙子没有了。 你开心了是吧? 你开心了? 她猙獰的表情像是对待仇人, 恨不得把我撕碎。 这样的妈妈我还是投意回见。 一旁的李熙不管怎么劝都劝不住她, 反倒被她一把推开。 我哥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却也没上来劝。 我爸实在一旁冷冷, 看着我不断地抽烟。 这一家子人没有一个上前来关心我, 问我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们心中只有流产的李银花, 只有他们那个还没出事的孙子, 却没有我这个大活人。 李银花醒来后还煽风点火。 妈算了, 我不想争了。 既然小姑子不喜欢我, 那我就走, 我和冬子离婚。 我冷笑, 离婚, 她也舍得, 不就是吃准了, 我们家不会随意离婚吗?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妈抬手又给了我两个耳光, 转头又和和气气地安慰她。 说什么胡话呢? 什么离婚? 不可能, 你要是以后看不惯芦西, 你就像我这样打她出气。 最重要的是你要养好身子, 孩子以后也会有的, 别太难过了。 妈, 她哭得可怜, 和我妈抱在一团, 又在我看得到的角度, 贴见她得意地笑。 等笼络好了我妈, 她终于露出了真实嘴脸。 妈, 我这个孩子不能白掉了, 你想怎么样? 妈都听你的, 她一指我, 妈她一个女孩子, 读那么多书也不重要, 早早嫁人才好, 而且公费留学的机会很宝贵, 不如就给我弟弟筋斗吧。 不可能。 我投一个站出来反对, 你以为公费留学生闹着玩的, 你弟连大学文凭都没有, 怎么可能去, 你住口。 我妈直接打断我的话, 李银花洋洋得意, 我看这婚事啊, 还是早点办得好, 之前她不是划伤了别人的脸吗? 人家说不计较了, 只要她嫁过去就行。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李银花笑得阴险, 摸了摸肚子, 要赔人家可要赔三十万呢, 可是我问过医生了, 我这一胎留了之后很难在怀上, 做试管也得三十万。 我妈一听这话, 直接伸指头戳在我头上,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就按你嫂子说的办, 我只觉得她不可理喻。 妈,你知不知道我读书有多不容易? 她却像陷入了某种天职的状态, 不管你有多不容易, 都没有我这个孙子不容易。 要你嫁人又不是要你的命, 我孙子可是实打实丢了命。 在我妈以死相逼的要求下, 我被强迫嫁给张强, 只不过因为我的户口迁到了上海, 户口本遗留在学校, 暂时领不了证。 我妈便逼着我先办婚礼。 李银花看着我身上穿着她穿过的二手婚纱, 像是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笑得张扬又放肆。 卢西你以为你有多高贵, 你还不是只能用我用过的东西。 还研究生呢? 你照样只有被我踩在脚下的命。 她在我面前耍完威风, 像是女主人一样去接待婚宴上的宾客。 张强时不时朝我头来迎邪的目光, 眼神像是要把我扒光。 我一直没反驳, 憋着一口气, 直到四姨请我上台。 当问出我愿不愿意嫁给张强时, 我笑了笑, 抬头说出三个大字。 不愿意。 所有人脸上都一僵, 没想到我这个新娘子会临时反水。 张家人首先不满, 你闹什么呢? 当初都答应了, 现在又不同意了是吧? 我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你现在就是我们家的人。 我妈更是冲上前, 恨不得给我两耳光, 她附在我耳边恶狠狠地骂我, 讨债鬼, 你知不知道。 我们欠了人家三十万, 你嫂子生孩子要钱, 你必须嫁人, 填了这个窟窿。 我捏紧拳头推开她, 一把抢过四姨的话筒。 妈, 大哥, 在这件事上, 你们没有一个人保护我, 你们都逼着我嫁人, 都觉得我的人生不重要。 那行, 从今往后, 我跟卢家一刀两断。 张家人以为我是找理由逃嫁, 当下大喊大叫起来。 别以为你脱离关系就能逃过去, 我告诉你, 你今天就是进了我们张家的门, 注定是我们张家的人。 你爸妈都答应了, 你不答应不作数,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没有你不同意的法。 是吗? 我给了后台的李希一个眼神, 她连上多媒体, 大唐的大荧幕上立马出现那天在奶茶店的视频。 李银花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张强就是她拼头, 他们妄图毁了我的人生, 满足她的个人私欲。 我哥那么好脾气的人, 当场变了脸色, 拿起凳子就往李银花的身上打。 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贱人。 我妈脸上惨白瘫坐在地上, 怎么会这样? 孩子怎么不是我们家的? 我爸变得愈发沉默, 一根接着一根地在一旁抽烟。 张家人见状想耍赖, 张强更是想对我动手, 要把我拖走。 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响起, 接到举报, 这里有人买卖人口。 我看到警察慌忙举起手。 警察同志, 这里有人拐卖。 两个女警行动迅速, 朝张强扑了过去。 张强不断地大声说自己冤枉。 我拿出手机, 那段录音刚好是张家人逼婚的恶言, 铁证如山。 张强发了狠, 竟是挣脱警察, 朝李银花扑了过去。 你这个丧门星就是你, 害老子就是你的馊主意。 我看他们狗咬狗咬得起架, 咬出了血, 只觉得没意思。 李希拉着我的手, 和我一起撕掉了爱事的婚纱。 一步步朝外面跑, 外面还有更精彩的人生在等我。 两年后, 我在慕尼黑的街头, 难得享受小雨。 阿芬拿下了, 热拿铁递到我手上, 多少驱散了初冬的寒气。 李希扬起头, 靠在我身边。 离开了那群糟心的人, 你笑的次数都变多了。 我和他打去了几句, 小口小口地享受香醇的摩卡。 正如他所说, 离开了那群糟心的人, 我的生活便明亮了不少。 李银花因为出轨, 最终还是和我哥离婚了, 他身上有烫伤, 又闹出过这样的丑事, 根本嫁不出去。 他家里人嫌他麻烦, 正如当初逼婚我的那样, 把他嫁给了山沟沟的老光棍。 他可没有我这么好运气, 有李希这么好的朋友叫来警察, 听说过得很惨。 张强狼当入狱, 一家子人都逃不开罚款, 听说他这件事闹得很大, 监狱里的囚犯都知道, 因为看不惯他的作为, 不知是谁出手打断了他的腿, 那是在深夜, 直到第二天, 张强才被人发现, 腿已经来不及街上了, 只能截肢。 我哥后来又娶了媳妇, 只不, 正常人家听说过 我们家那点烂事, 都不愿意把女儿嫁过来。 我哥最后和常理的技术公刘寡妇 搭伙过日子。 留寡妇人爽利, 做事也蛮利, 和我哥性格倒是很互补, 只是我妈一直看不起 他寡妇的身份。 我哥因为错失过我这个妹妹, 不想再失去其他家人, 更不想因为所谓的孝顺 重蹈覆辙, 和我妈大吵一架, 最后分家过日子, 把留寡妇的儿子 当她儿子养, 现在日子也过得红火, 时不时还会给我发短信, 问我却不缺钱, 我从来没收过她的钱, 她却一直往我银行卡上打, 她说对不起我。 这句对不起, 我却没有从我妈口中听到, 不过我也不奢望这份亲情了。 我替李希收拢了围巾, 好姐妹, 今天去唐人街吃火锅, 我请客。 她打趣我, 说我这不锈钢的公鸡都拔毛了。 我和她在大街上闹作一团, 我有属于我自己的, 关心我的家人。 接下来请听第三个故事, 母亲隐瞒儿子出轨, 竟带小三回家养胎, 妻子报复离婚。 最初以为婆婆与亲妈一样亲近, 但事实却让她感到失望。 她的儿子多年来一直在出轨, 而婆婆不仅没有干涉, 还接纳了怀孕的小三, 让她照顾。 柔弱胆小的女子最终鼓起了勇气, 开始了抱负。 田娟嫁给关小强的时候, 村里的妇女主任张金秀是我婆婆, 眼光独到的张金秀 非常欣赏田娟的温柔贤惠, 于是毫不犹豫地出资十万元, 将田娟迎娶到关家, 这一切都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 关小强对田娟的美貌和心地善良也很欣赏, 他们的婚后生活幸福美满。 第二年,田娟怀孕了, 为了给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关小强决定独自前往大城市工作。 一次回家探亲, 他向妈妈抱怨说, 同事们都喜欢您亲手做的沙奇马和辣条, 他们让我再带一些回去。 张金秀笑着说, 超市不是有卖的吗? 我做的哪有超市的东西好吃? 妈,您可不知道, 他们一听说是自己家做的, 都争着要, 现在城里人更喜欢吃自制的, 他们说超市出品的都是科技和工业的味道。 听了儿子这番话, 张金秀心中涌起了一个想法, 他想在城里开一家小店, 专门制作他拿手的小吃。 村里近年来了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的村官, 而张金秀这个老妇女主任在思想和工作上感到与他们有些脱节。 制作小吃和在厨房里忙碌是他最喜欢的事情, 老关听了老婆的计划, 积极支持。 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 他们一家都想体验一下城里人的生活。 官小强回到城市工作的时候, 张金秀毫不犹豫地跟随儿子去了城里。 然而, 当他们回到村子时, 张金秀陷入了犹豫之中。 老关询问原因后, 才了解到, 他们在城里租房子的问题成了最大的困难。 开一家小吃店需要一个合适的门面, 而一家人也需要一个温馨的住处, 租一个三十一厅的房子至少需要五千块。 张金秀看着手中有限的启动资金, 最终做出了放弃外出经商的决定。 这时, 怀着身孕的田娟找到了婆婆, 她将娘家回礼的两万元礼金递到张金秀面前。 并说道, 妈, 这笔钱给您拿着, 我一直梦想上大学, 但未能如愿成行,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你有手艺, 现在有机会, 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成功呢? 如果租房是个大问题, 我和爷爷可以留在家里, 这样您和我爸爸找房子就会容易得多。 张金秀直接打断了田娟的话, 这怎么行? 你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而且老爷子身体也不好, 我不能放心你一个人在家。 田娟回应, 妈, 我可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娘家呢。 将来如果我们赚了钱, 官家就会变得富有, 我父母肯定不会亏待我的。 田娟充满信心, 这也重新点燃了张金秀进城经商的希望。 尽管她只是一位妇女主任, 但她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 见多识广。 张金秀接过田娟交给她的两万元, 又自己贴出了一万元, 当天晚上就送到了田娟的娘家。 田娟的父母答应会好好照顾女儿和陶爷爷。 在解决了住房问题后, 张金秀和老官迅速做好准备, 踏上了前往城里创业的火车。 三年匆匆而过, 勤劳又懂得待人接物的张金秀 很快将那个小小的小吃店 发展成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饭店。 敏锐地抓住商机, 张金秀不仅开设了饭店, 还注册了一家公司, 开始招商加盟。 在城市里, 一家三口的生活蒸蒸日上, 但张金秀从未忘记老家的田娟。 随着年龄渐长, 关爷爷不愿随孩子们去城市, 担心自己会在陌生的地方离世。 因此, 田娟一直留在老家, 照料着祖孙二人。 关小强是个贴心的丈夫, 得到张金秀送的一辆奔驰小汽车后, 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回家探望妻子和孩子。 有了关小强的两边传递消息, 大家都健康平安, 张金秀与田娟的通话也逐渐减少。 一年后, 陶爷爷在梦中去世, 得田娟悉心照料, 老人没有受到任何委屈。 张金秀一家返回老家, 安排好了老人的丧事, 送走了最后一批前来吊咽的客人, 终于松了一口气。 老关很久没有回老家了, 此刻他已经去找了那些企友和酒友, 享受着聊天的时光。 田娟带着孩子和关小强在客厅闲聊。 关小强想要拉近与儿子的关系, 他一直晃动着手中的变形金刚, 但小涛却还不敢靠近。 关小强尴尬地向田娟发问, 会不会是这孩子有点问题? 他都不认识自己老爸了。 田娟皱了皱眉, 不悦地回应, 你才是问题, 你好久没回来看儿子了。 孩子长大了, 聪明着呢, 他害怕你是个陌生人。 关小强撇撇嘴, 索性不再理会儿子, 只顾着自己玩着孩子的玩具。 张金秀坐在不远处, 听到夫妻间短暂的对话, 心头涌现出一丝警觉。 田娟, 过来一下。 张金秀拉着田娟进了隔壁房间。 娟儿, 你得告诉妈实话, 孩子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病救治, 妈不会怪你的。 田娟感到困惑, 急忙回应, 妈, 您为什么这么说? 小涛身体健康, 智商也正常, 她只是有点害怕陌生人而已。 上次孩子见她爸, 还是在过年的时候, 孩子记性虽然不错, 但已经快一年了, 她也记不起爸爸的模样了。 张金秀听到田娟的回答, 不禁惊讶地问, 过年到现在, 小强都没回来过。 是的, 田娟感到沮丧, 低下头叹了口气, 哎, 每次她都只是寄些玩具和衣物回来, 然后穿上新衣给小涛录制视频, 说她很快就回来, 但却再也没有消息了。 妈, 现在爷爷走了, 您可不可以带我和小涛去城里? 虽然我没什么文化, 但我有力气, 我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好的, 这次回去你和小涛一起跟我去张金秀说完, 转身离开了房间, 她的喉咙里仿佛有什么话堵住了, 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那些未说出口的话在嘴边挣扎着, 但最终还是没有继续说下去。 田娟带着孩子来到了张金秀在城里购置的宽敞的房子, 总面积达到150平米, 装修得非常豪华。 刚一进门, 张金秀就将田娟的行李塞到了儿子的手里, 说着自己的老婆孩子, 你们都不上心, 快去把房间收拾一下, 把娟娟的衣服挂在衣柜里。 妈, 我自己来就行了, 小强一整天都在开车, 已经够累了, 我和小涛来收拾。 田娟有些生疏地拿回自己的行李箱, 然后带着孩子准备前往关小强的卧室。 但走了几步, 他突然停下来, 有点困惑地问, 小强, 你住哪个房间呢? 关小强接过田娟手里的行李, 领着他进了其中一间卧室, 娟娟, 你睡这个房间吧, 这么多年我一个人习惯了, 突然多了两个人, 我怕晚上睡不好。 啊? 哦, 好的好的, 田娟恍然大悟后, 带着孩子去了原本准备给爷爷住的另一间卧室。 张金秀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他心中的疑虑越发坚定了。 安顿好了田娟, 张金秀又带着母子两人到小区附近购物, 同时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在即将离开时, 他特意对关小强说, 一会儿晚饭就在家吃, 不准出去哦。 回到家后, 田娟和张金秀将采购的蔬菜、肉和鸡蛋一一拿出, 然后二人一起走进厨房, 开始忙碌地准备晚餐。 张金秀对田娟说, 娟儿, 你需要尽快熟悉这里的环境, 因为将来我们三个都会忙于公司和饭店的事物, 这个家将会全靠你来管理。 不久之后, 我打算给小涛报个私立幼儿园, 这样你也可以轻松些。 在城里, 如果你看中了什么东西想要购买, 不必像以前那样省吃俭用, 尽管开口向小强要钱, 花钱时要大胆一些, 明白吗? 田娟听着婆婆的叮嘱, 一边傻笑, 一边频繁点头表示明白。 前一天晚上, 婆婆还送了五万元给她的娘家, 这让她的父母欣喜若狂。 田娟不禁充满感慨, 能够拥有如此和谐的婆媳关系, 简直是她前世积攒的福气。 然而, 唯一令她不满的是, 关小强总是故意与她保持距离, 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和她同房了。 关小强私下里还责备田娟, 在她面前说出一些不悦的话, 以后在城里, 你得多注意自己的形象, 不要总是大声嚼东西。 你真的需要减肥, 这短短两年里, 你怎么越来越胖了? 你要好好教育孩子, 不能让他那么不听话。 看看城里的孩子 一个个都很懂事, 然后看看你儿子田娟已经不记得 有多少次听到关小强说类似的话了。 田娟很快适应了这个家的生活, 虽然关小强还没有和他同居, 但他对母子的态度也渐渐缓和了。 小涛毕竟是他的亲儿子, 经过几次一起接送孩子去幼儿园后, 小涛开始亲近爸爸, 搂着他的脖子不肯松手。 田娟心中也想找婆婆聊一聊他 和关小强之间的问题, 但每次看到婆婆累坐在沙发上, 甚至打着盹, 他都不忍心打扰。 然而,连续两个周末, 关小强都以各种理由 不在家陪妻子和孩子, 张金秀终于无法忍受。 他突然拉住准备出门的儿子, 公司那边再忙, 也不能连个周末都不休息吧。 我作为董事长, 亲自给你放了假, 今天必须留在家里 陪你的妻子和孩子。 妈! 关小强皱起了眉头, 解释道, 我和张经理约好了, 这个交易非常重要, 如果成功, 我们还可以扩大业务, 多忙一点是为了更多的利润。 那个张经理, 我今天亲自和他谈, 你不准外出。 张金秀坚决地表示, 不打算让关小强离开。 关小强急得直挠头, 愤怒地说, 妈, 我觉得你是怕我的业绩超过你, 虽然这家公司是你创办的, 但我也为他辛苦付出了, 你为什么要拆台阻止我的发展? 你, 你怎么这么说, 我只是希望你今天在家多陪陪田娟, 又不是阻止你发展, 你为什么这么多废话? 关小强转身看了一眼旁边的田娟, 然后冷冷地对他说, 你怎么不说话? 田娟虽然也希望留住丈夫, 但她还是忍不住说了句, 妈, 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 我可以带着小涛去游乐园玩, 不需要小强一直陪着我们。 旁边的公公听到后, 笑呵呵地插话了, 谁说男人必须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啊? 你看我这老家伙, 就是以你婆婆为重的。 小强, 你应该向你爹我学学, 家庭和事业同样重要。 关小强看到父母都站在田娟一边, 感到非常气愤。 他一把甩开张金秀的手, 穿上鞋子, 匆匆出门, 临走前还狠狠地说了一句, 我看你们三个更像一家人, 我反倒像个外人。 接下来的几天, 关小强干脆不再回家, 吃住都在公司解决。 早上田娟匆忙, 几次都来不及送小涛上学, 导致他多次迟到,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取笑他的爸爸, 不要他了。 小涛哭着喊着想念爸爸, 有时半夜甚至惊醒, 只愿意去找爸爸房间才肯入睡。 张金秀看着这一切, 心情异常沉重, 不得不寻找关小强谈话。 小强, 我明白你可能有别的人了, 但你也不能对家庭这么绝情。 他说着, 满是担忧的表情。 关小强事实上早已察觉到 妈妈对自己的态度, 他无奈地说道, 妈, 我和田娟已经没有感情了, 我想和他离婚, 愿意多分点钱给他, 艳艳怀孕了。 张金秀站起身, 语气严厉地说道, 别胡闹。 田娟没有错, 你不能离婚, 感情可以重新培养, 当初你俩连面都没有见几次就结婚了, 婚后不也很幸福吗? 外面那个女人, 还是要他把孩子打掉, 快点分手。 关小强紧紧握住妈妈的手, 着急地说, 不能, 不能打掉孩子, 一旦打了, 他就再也怀不上了。 艳艳等了我这么多年, 我答应他会离婚的。 张金秀听到这番话, 更加愤怒了, 等你离婚。 他知道自己是小三吗? 无论他多美, 我也不会允许他进官家大门。 那好吧, 我这辈子也不回去了。 关小强说完这句气话, 毫不顾忌地离开了房间, 不顾母亲的感受。 第二天, 一个自称王燕燕的女人找到了张金秀, 她被助理带到办公室后, 突然跪在地上, 阿姨, 求求您成全我和小强吧。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她已经不再爱她的妻子, 强迫他们继续在一起, 对小强来说是一种煎熬啊。 张金秀明白了女人的来意, 示意助理关上房门。 她走到女人面前, 试图扶起王燕燕, 你快起来说话, 小强说你已经怀孕了, 我可承受不了, 你给我下跪。 王燕燕坚持跪在地上, 如果您不同意她们离婚, 我就不起来。 张金秀感到无语, 这个女人怎么比她们乡下的泼妇还难缠, 田娟是我亲自挑选的儿媳妇, 我不可能丢弃我的脸面让她们离婚, 而且现在公司越做越大, 她们的离婚将会带来负面影响。 如果你是因为钱, 孩子生下来后, 你可以提个价, 如果你是因为爱我儿子, 那么你必须能够忍受没有正式地位的生活。 张金秀站在王燕燕面前, 毫不示弱。 王燕燕气得手指甲深深刺入肉里, 但她也不敢发作。 考虑到官家公司的不断壮大, 后期将变得越来越有前景, 她明白这个时候出售自己的底牌并不合适。 她的目的非常明确, 她要赶走原配, 占有官小强, 既要人也要钱。 一开始, 王燕燕还轻轻抹眼泪, 仿佛一位受害者。 然而, 突然间, 她开始哭得声嘶力竭。 她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女人, 责怪自己没有家世背景, 现在未婚怀孕, 简直是丢尽了脸面, 我不如死了算了。 她说完, 突然向桌子一脚撞去, 我答应你,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张金秀开口了。 我答应你, 你可以先回我家住一阵子, 等孩子生下来, 如果是男孩, 你们就结婚。 好, 王燕燕早已让朋友 查过孩子的性别。 如果不是男孩, 她也不敢如此放肆。 只要能让老太婆松口, 那么离婚就近在咫尺了。 张金秀不同意离婚, 并不是因为她关心田娟, 她知道儿媳妇 永远不会是亲生女儿。 她之所以如此做, 一方面是因为害怕田娟发现后会闹事, 另一方面还因为她对公司的前景担忧, 一家三口在外打拼, 儿媳妇独自带孩子照顾老人这么多年。 如今公司日益壮大, 却想要抛弃儿媳妇。 这种事一旦传出去, 将会引起各种负面社会舆论, 让张金秀失去了回老家的脸面。 她不想将自己逼入绝路。 她心知田娟是多么贤惠和懂事, 而眼前的王燕燕则完全是个泼辣无礼的小丫头。 带王燕燕回家, 她的目的是让她亲眼看到田娟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让她自己知难而退。 两人达成了协议, 王燕燕以关小强表妹的身份回到家中。 如果田娟询问原因, 他们计划说她丈夫因赌博欠债而离家出走, 她走投无路才投奔关小强。 张金秀带着王燕燕回到家时, 田娟正在厨房忙碌地炖着一锅鸡汤。 婆婆提前给她打了个电话, 告知了她的安排。 看到王燕燕进门, 田娟急忙走出厨房, 接过她的行李箱, 然后小心翼翼地引导她到客厅坐下。 张金秀看着这一幕, 心情十分复杂。 为了关家的利益, 她只能委屈了田娟。 正当他们刚刚进门时, 关小强也跟着进来, 手上提着大包小包, 装满了孕妇用品, 小强,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把田娟和孩子的东西搬到你的房间去, 燕燕可以睡之前她住的那个房间。 张金秀说道, 关小强听了一声轻壳, 然后意味深长地喊了一声, 妈。 王燕燕急忙捏了她一下, 然后迅速改变话题, 说道, 大姨, 如果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睡沙发的, 不会影响你们的安排。 怎么能让孕妇睡沙发呢? 张金秀摇摇头, 我这就去搬东西。 关小强显然不太情愿, 或许是因为内心感到不安。 他匆匆将田娟和儿子的东西搬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偷偷给王燕燕发了一条短信, 现在你相信我没有再和他同房了吧? 宝宝, 你放心, 虽然在一个房间, 但我不会碰他的。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关小强的回复充满了诚意。 王燕燕严肃地回复了一句, 别心急, 我们慢慢来。 晚上, 田娟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然而他自己却称没胃口, 只是轻轻尝了一口, 便带着孩子去了课外班。 张金秀明显感受到田娟的情绪低落, 他在餐桌上提醒两人, 你们两个别太过分了, 不然作为亲妈我也会站在田娟那边。 接下来的几天, 尽管表面上相安无事, 但家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尴尬。 白天只有田娟和王燕燕在家, 田娟将自己关在厨房里, 王燕燕想去看她也不让, 弄得一切都显得神秘莫测。 这天中午, 王燕燕吃完午饭后突然感到腹痛难忍, 她连忙拨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 在医院, 医生检查后告诉她只是因为吃坏了东西, 没有大碍。 王燕燕把田娟的行为告诉医生, 她委屈地说, 她一定是想害我们的孩子, 她一定知道我是来替代她的。 张金秀也感到奇怪, 但回家后, 田娟坚称自己什么也没做, 而且两人吃了相同的食物, 她却毫无不适。 行了, 娟娟做了这么多年的饭菜, 我们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燕燕你一定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以后少乱吃零食。 大姨, 她每天躲在厨房里, 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说要进去看看, 她还不让。 田娟只是可能不太习惯你在这里, 大姨你得给我做主啊。 王燕燕一脸得意, 感觉自己离做这个家的女主人已经不远了。 然而好景不长, 一个周末的下午, 全家正在外面餐厅享受聚会的时候, 王燕燕突然抱着肚子大声呼痛。 关小强立刻叫来了救护车, 但最终肚子里的孩子却未能幸免。 医生表示, 由于怀孕月份较大, 必须进行刮工手术, 而王燕燕原本子宫臂就薄, 这次的手术导致她再也无法怀孕。 王燕燕的脸色如同阴霾, 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田娟。 在医院里, 她举起满是水的玻璃杯, 狠狠地扔向了田娟的脸部, 都是你, 你这个冷血的女人, 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田娟用手捂住被砸红的额头, 委屈地辩解着, 不是的, 不是的, 你是婆婆的侄女, 我为什么要害你? 当初你说, 我在做饭的时候, 给你下毒, 我就已经不敢再进厨房了。 小强不喜欢我在他的卧室, 所以我只能待在厨房。 当时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哭泣, 所以才不让你进来。 我真的没有害你。 平常我只是提醒, 你少吃那些寒性水果, 但你不愿意听我劝, 田娟的话越来越委屈。 张金秀拍了拍她的肩膀, 轻声说,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相信你。 母子婆媳离开后, 王燕燕仍然气不成声, 关小强尽力安慰了好一阵, 但似乎毫无效果。 他痛心疾首地说, 我早就告诉你, 别惹我妈了, 可你偏要闹到家里来。 现在孩子没了, 只能说是你自己作孽, 你应该听我的话。 听你的, 王燕燕用红肿的眼睛 怒视着关小强, 满是鄙夷, 听你的话就意味着 我只能做那种不光彩的女人, 我也是有尊严的。 我不能一辈子被称为小三, 我的孩子还怎么能与其他人一起玩, 怎么去上学读书? 一谈及孩子, 王燕燕再次嚎啕大哭。 关小强的耐心逐渐耗尽, 他不耐烦地说, 当初我告诉过你, 我有家庭, 有老婆, 可你还是要跟着我。 为什么不能再多忍耐几年, 等我妈年纪再大一点, 回老家了, 到时候就是我说了算的了。 你就知道你妈, 整天听你妈妈的话,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个软弱无能的废物, 妈宝男。 他们争吵声越来越大, 引来了很多好奇的护士和病人。 关小强感到很尴尬, 气鼓鼓地说, 对, 我就是个妈宝男, 没有我妈, 也不会有我今天的地位。 至于你, 不就是看上了我有钱, 才甘愿做小三跟着我的吗? 你, 给我滚。 王燕燕愤怒地拿起枕头, 朝关小强扔去, 枕头飞到他身边, 他接住, 然后随手放在一边。 等你冷静下来, 我再回来。 关小强没有等王燕燕答应, 就匆匆离开了房间。 走到走廊尽头, 他却意外地遇到了张金秀, 他沮丧地喊了声妈。 张金秀叹了口气, 说, 儿子, 你已经有孩子了, 如果田娟再生个女儿就好了, 尽快解决王燕燕的问题, 好好过日子吧。 妈, 我真的对田娟没有感情了, 我爱的是燕燕, 你能不能不再逼我了? 张金秀气得一巴掌 扇在了关小强的脸上。 你多大年纪了, 还在谈情说爱的。 你必须找一个 能够支撑起这个家的女人。 以后我们老了, 田娟能帮助你。 而这个王燕燕只是个孩子, 她怎么可能承担这个责任? 关小强将母亲推开, 冷冷地说, 我不是妈宝男, 你别再干涉我的事。 王燕燕流产后, 张金秀回到公司处理工作, 关小强去了酒吧, 而老关独自和保姆 一起在家里吃晚饭。 这次难得老关与保姆独处, 两人交谈了许久, 保姆撒娇地说, 关大哥, 你人真好, 张大姐平时太严肃了, 我都不敢和他多说话。 老关苦笑着说, 他也是因为这些年赚了些钱, 变得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把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老关早已不满足 老婆日益变得难以相处的脾气。 他对外人可能严肃一些, 但对自己也像对待员工一样苛刻。 今天和小保姆聊天, 老关心情反而好了很多。 他甚至拿出平时舍不得喝的茅台, 与小保姆分享。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张金秀不想回家面对儿子, 于是决定在公司休息。 关小强则开着挪用公款 偷偷买的保时捷, 带着酒吧的女孩在街头兜风。 在这个时刻, 没有人在意田娟的处境, 也没有人关心她被王燕燕冤枉后的心情。 然而, 凌晨十二点, 张金秀的手机突然响起, 是关小强打来的电话。 妈, 妈, 你救救我, 快来帮帮我。 电话那头传来关小强焦急的声音。 听到儿子焦急的声音, 张金秀瞬间清醒, 他焦急地问道, 小强, 你在哪里? 发生了什么事? 慢慢告诉我。 关小强几乎哭着说, 我, 我撞到了人。 那个人好像, 好像没了呼吸。 张金秀一下子紧张起来, 他知道儿子的情况非常糟糕。 他安慰他, 你必须报警, 现在马上拨打110、120, 告诉他们发生了交通事故, 别犹豫。 关小强嚎啕着说, 妈, 我喝了酒, 我不能报警, 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张金秀在电话里叹了口气, 但他知道不能坐视不管。 他冷静地对儿子说, 你现在必须立刻离开现场, 停好车,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然后我会派人去接你, 明白吗? 关小强听母亲的话, 停下车子, 然后匆匆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 妈妈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很快派人来接他。 关小强深感后悔, 他知道自己做了错事, 但他没有胆量杀人, 这将成为他终生的负担。 一周后, 被撞伤的人终于在医院里醒了过来, 根据他的描述和当时道路周边的交通影像, 警察很快确认了肇事逃逸的关小强。 见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他只好认罪伏法。 在张金秀的极力操作下, 关小强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并被判赔偿对方一百万。 得知关小强被判刑, 王燕燕再也没有了希望嫁入关家。 他回到了二人租住的房子, 将关小强送他的奢侈品包包, 名牌手表以及各种金银饰品全部卖掉。 他把房子也卖光, 甚至连一件家具都没留下。 关小强在监狱等待审判, 王燕燕却一次都没来看望过。 倒是田娟来了两次, 第一次带着儿子来看他, 第二次他不声不响地将离婚协议递给了关小强。 田娟在关小强耳边低声说, 其实, 你和王燕燕的事情,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为你们关家付出了很多, 结果没有一个人替我考虑过。 大家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王燕燕活该再也生不了孩子, 而你也活该被关进监狱。 这一刻, 关小强终于醒悟过来, 孩子是你害的, 你真是太阴险了, 我们都被你蒙片了。 田娟轻蔑地笑了一下, 你现在才知道吗? 别忘了, 其实也是我亲手把你送进监狱的。 你好好待在里面改过自新吧, 出来后, 关家可能会有所变动。 他的话未说完, 关小强想追问更多, 但狱警已经阻止了他。 离婚协议即使他不签字, 张金秀也会同意田娟离婚, 并给他一大笔赔偿。 关小强早已不爱这个女人, 将来也许会重新爱上某个年轻大学生。 张金秀也释然了, 田娟为他养了一个聪明懂事的孙子。 他不能自私地拘束田娟一辈子。 田娟最终收下了赔偿, 选择了一个人去南方的小镇开始新的生活。 尽管他舍不得孩子, 但关家的束缚让他渴望新的生活, 以至于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来摆脱。 在南方小镇的生活, 他希望可以重新开始。 至于关小强的车祸, 实际上是田娟一手策划的, 他雇佣了酒吧的女孩, 也雇佣了被撞伤的行人。 那个被撞伤的行人本来就身患绝症, 为了为家人留下点积蓄, 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 至于田娟所说的关家可能会发生变动, 张金秀未来将要面临一些麻烦。 因为此刻, 老关正在公园里和小保姆一起幸福地跳探歌舞。